谁让你听他的 傻小子 吞吐绵延 弃走人都 如百川入海 无踪无际 听我的就对了 内戚有刑 凌辱有蛇 不绝不断 来往自由 你搜索 阿絮别闹 成岭这是 这下好了 你们两个总算把徒弟 给逼死了 满意了吧 没事 齐了 这孩子天生经脉 就比常人宽许多 难不成还是个奇才 没错 我早就发现了 成岭天生经脉宽顺 如同一条宽阔的河流 要蓄满水 自然要比清浅的小溪 多花点时间 之所以武功进展得慢 并不是他不努力 师父 我这是怎么了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奇人 闹子齐笨 金骨却极好 那老天爷到底是想让你好呢 还是想让你不好啊 根骨再好 也已经拜我们家阿絮为师了 你别见别人是好苗子 就打歪主意啊 我还见过更好的呢 前辈 此次入属 山高路远 您怎么知道 龙元阁就会有答案 除了始作俑者 当年内部人还活着的 也只有龙雀了 雀不确定也只能去找他咯 前辈 师父 龙雀到底是谁啊 龙元阁 龙老阁主龙雀 是你太师父的默逆之交 四季山庄 传承下来的那些 机关术的皮毛 都是传自龙元阁 我出入师门的时候 龙老阁主 还经常来探望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失踪了 师父 跟他有些误会 便也没有去寻访 直到后来 师父收到了一只 机关雀带来的求救信 这才知道事有蹊跷 便数读入书 那师父 太师不太人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人知道 龙元阁的真正所在地 传说 是一间会移动的山中堡垒 当时天窗羽衣未封 我几次三番派人去寻 每次去寻的人都告诉我 标注的地址 没有任何问题 但去寻标注的地址 却全无踪迹 还不是他们废物 投入这么没用 下面的人更废物 废物徒弟 废物朋友 不过 汤顿得尚可 你活这么大 怎么没被人掐死啊 我武功好啊 叶前辈 小芊汤里有毒啊 你不喝 你得罪了 给我